这个还很有挑战 很有技术性 对 你16岁的时候 对对对 16岁 就是前年吧 王牌赛车手申请出战 看看这是我的口碑 重新来 你眼睛闭了起来 哈哈哈哈 笑场了这个 王牌赛车手申请出战 然后这是我的头盔啊 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每年的生日礼物来着吧 某一年某一年 某一年某一年 对对对 对 你16岁的时候 对对对 16岁 就是前年嘛 前年嘛 对 然后送的这个生日礼物 这是9号球 是我的头盔 然后这边有我的卡通 人物像 然后这都是球 然后这是我的名字 这边有一个8号球 因为戴上头盔之后 大家也看不到我的脸 然后但是看到这个头盔 你就知道是我在开车了 因为这个我的头比较小 所以这个号除了我 别人也带不下去 对 因为每个头盔的涂装啊 是我们一个车手的这个个人身份的一个标志 嗯 所以我的就像我的每个这个头盔的这个设计 其实我每年只会变换它的这个颜色色彩 当然还有我们车队的一些logo 但是我的主设计 包括在我的头顶的这个 拍极八卦图 还有我整个两边的这样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都没有国旗 下次要订一个有国旗的 他这个就有国旗 那边那边 对对对 这边是国旗 然后有它的名字 有中国的麻将 最有亮点的是马清华的这个衣服 你看 介绍一下吧 这是自己设计的 这件塞车服呢 是我觉得对一个厌尾服款 这个主要呢 是感觉是想做一件比较特别一点的 不要太常规 旋转 跳远 我背一阵眼 那我们就六两圈 走啊 去赛道六六 OK 走吧 走 好 开始 那我们就先戴头盔 对 然后在赛道上开始一定要穿好 再穿活 戴好头盔 对 还记得怎么戴吗 记得 拉这个手盔 对 好 记好你的头盔带 好 戴好手套 嗯 好了 可以上车了 先踩座椅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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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舍向打听 然后治和他 好 走 然后这边尽量的往外放 要贴过来 最大的坡度呢 是在这个11号外 那既是一个下坡 也是一个内倾的一个角度 是一个特别难的特别难的 这个位置你绝对不能出弯 因为我们走外内外嘛 由于它是一个连续弯 所以只能是出弯了以后 你还是要从右切到时吃 然后就这样做 感谢小马教练 不客气不客气 送上我诚挚的衣品 什么 我知道马兴华特别喜欢喝茶 所以我准备了我这一款的剑斩 这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帅了 帅吧 谢谢谢谢 感谢感谢我 我每天用它喝茶 然后这个养过杯之后 它里面会有奇彩的光 这边有我的天明印章 那我明天开始争取把它早日养出彩虹 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进阶级的卡丁车的一个基础知识 然后未来我们会请小马教练 再带我们到更专业的这个场地 然后试开我们专业的卡丁车 对 竞技型的卡丁车 然后看看我的小马区有没有长出香菇来 我等一下先去清理一下 那个上面长出的灵芝啊香菇啊 之前的就先塞掉 好的 感谢小马教练 好谢谢大家 谢谢